很多人认为澎湖是绿西龟重要的故乡 不过根据学术界一项最新的研究 他们发现南沙岛才是绿西龟的天堂 看到一只只小绿西龟游向大海 是海洋大学教授陈宜俊研究过程中最满足的一刻 他在最近的研究中证实了 除了澎湖望安和蓝域有绿西龟回游外 南沙岛也有绿西龟的族群 而且数量是澎湖和望安的两到四倍 南沙岛我们很早就知道有乌龟上岸残染 但每年大概30到50时候会上岸残染 陈一俊教授上个星期前往南沙岛进行卫星追踪的研究 这里除了一百多名驻守的国军以外 生态相当的原始 而这些阿兵哥也成为保护绿西龟的守护神 陈教授同时也表示 来南沙岛研究绿西龟 另外还有主权宣示的效果 全中国来讲90%的海龟都在南中海 南中海的破坏海龟情况又非常严重 因为海盗很形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任务 我们下去做的话 我们代表主权宣示 另外陈教授也希望 经由DNA的分析 能厘清澎湖与南沙岛绿西龟的血缘关系